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一定要先懂得要賣掉那些股票 而且重點是不要追熱鬧看熱鬧 追熱鬧看熱鬧 你終究還是一場空 同志朋友看一下 2337 如果你沒有賣 幾乎每天都在折磨你 又快破底了 破一次底破兩次底又快破一次底了 望虹 3260威剛也是一樣 全部都在套牢 不管你什麼時候買 基本上都套牢 2456起立心還破底 要懂得賣股票 華興科破底 國際呢 差不多了也要破底 2448經典 漲停盤打開 哇一堆人坐在這裡 很抱歉 全部套牢甚至賠錢 3698龍達也是一樣 最後這邊漲停盤打開 全部這段全部都賠錢 套牢 2049的上癮也是一樣 這一段你賺不到錢 盤跌盤跌盤跌折磨你 這是什麼 之前跟投資朋友報告的 未來會漲的標的 絕對不會是你手中套牢的標的 所以你必須先賣一趟 你必須先賣一趟 把資金抽回來 冷靜去看整個局勢 到底哪些個股的籌碼 是值得你進場的 哪些個股的籌碼 不值得你進場 你要在那個制高點 去看整個戰局 掌握整個戰局就好了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 不會 也不懂得怎麼看戰局 只會聽信什麼 基本面很好很好 告訴你基本面很好 反正漲也是因為基本面 跌也是因為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因為很好 跌就要越跌越滿 哪有可能幹這個事情 2337你怎麼買啊 投資朋友 你怎麼買啊 買到手會不會軟 腳會不會軟 基本面很好啊 你可以說他基本面不好嗎 雙位數字成長 但是他有因為雙位數字成長之後 一定要往上漲嗎 沒有 可是只有萬宏的你 一定都聽信什麼 基本面很好 所以呢 不要賣 買 加碼 加碼 攤平 攤到最後 你已經沒有子彈了 你怎麼買 你怎麼買啊 投資朋友 買到破底 基本面好不好 好 你們都喜歡聽故事 都不看籌碼面 都喜歡聽故事 因此聽故事 聽基本面 你根本就沒有賣出的理由 你只有傻傻的 不斷地買進買進買進 是不是這樣 投資朋友 不斷地買進去 不斷地買進去 你怎麼買221.5元 一路買到176塊嗎 基本面很好啊 大家都喜歡聽基本面啊 可是基本面只是在 跟你說故事而已啊 實戰交易是看籌碼的供需 我等一下會舉例給投資朋友看 什麼叫做籌碼 贏過基本面 贏過消息面 那你超前部署 買在法人買超之前 買在利多劍爆之前 是不是朋友 看熱鬧也是 終究只是看熱鬧 南韋之前很強 結果呢 這陣子買的 有辦法撞到錢嗎 追熱鬧看熱鬧 如新追熱鬧看熱鬧 全部都中了 包含今天巨龍 即便漲停板 這一段買的 頂多也是解套而已 9919康納鄉 正式盤整 幾乎快一個月 1325的 恒大盤整幾乎快一個月 追熱鬧看熱鬧 終究只是熱鬧 我這個節目不斷跟投資朋友報告 股票上漲下跌的本質 是來自於籌碼面 不是來自於基本面 第一點沒有人規定 基本面好 這家公司一定要往上漲 第二點也沒有因為這個產業好 產業下面這個受惠的族群 包含個股都一定要往上漲 其不往上漲 沒有這回事 大家不瞭解這個本質 你的進出 你的進出 就會失去一個方向性 那就不用去談 你的交易會不會讓你變成什麼 財富自由 或是增加自己的收入來源之一 因為你第一個扣子 你沒有扣好 你後面整個衣服穿起來 就試不像了 所以投資朋友 基本面 是輔助您的 重點是來自於籌碼面 誰會跟你講籌碼 誰會每天跟您報告籌碼 誰會每次都告訴你籌碼 異常的重要 而且都會事先預告 並且事後來 用市場上個股的表現來做驗證呢 每天講 每天很細節跟你講籌碼面的 只有我的節目 教育人生 為什麼 因為我要傳達的是 一個正確的交易的方向 方向思考 是以後 就算有多少 一千萬觀 二千萬觀 七萬觀 七萬觀 三千萬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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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投資朋友你看一下 鴻海 當時我給你報告的鴻海在73塊74塊 在這裡沒有人養 沒有人養 共太召碼 原付買超1.2萬張 這打下來 在我4月10號截止那一天 他持續已經買超1.2萬張 台銀1萬張 趙鋒1萬張 我認為國安基金進場穩盤 可以偏多順勢 多少人那時候瞧不起鴻海 瞧不起鴻海 看不起鴻海 只看好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越跌越請你買 所以台積電這個時候跌下來的時候 好多人請你買台積電 結果有辦法解套嘛 337跟我去過不去 只有我傻傻告訴你 投資朋友 鴻海可以買 為什麼鴻海可以買 籌碼 投資朋友 是公開預告的 鴻海後來 我還告訴投資朋友 5月份將由鴻海領軍 整理之後將會突破盤整格局 之後不但突破盤整格局 還像一個標股一樣 直接拉了連續三根紅 到86塊了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在這裡 當時的鴻海 不論是你看到的表象的籌碼面 以及你聽到的消息面跟基本面 你是不會想要買它的 所以多數人是不會想買它的 少數買它的會是贏家 鴻海從4月一路往上創新高 台積電從4月以來 到這邊還無法過前波的高點 更何況337的高點 你告訴我 用基本面買股票對嗎 用基本面買股票對嗎 如期要通的話 你一定要瞭解股票上漲下跌的本質 法人即便看好個股 他也要準備要開單買它 他也是要用真相實彈進場去買它 忠實互大互主力也是一樣 他看好一檔族群 挑好一家公司 開始怎麼去搜籌碼 怎麼搜籌碼要多久時間 發動需要多少資金 這些都是要真相實彈打到市場上的 不是嘴巴說說跟你說故事面多好 產業面多好 它一定要往上漲 沒有這一些所謂的主要的力量 共襄盛舉的話 基本上你的股票會是一灘失水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 你認為買的是好公司 可是對你來說 它沒辦法幫你賺錢 而且會臨時你套牢 對你來說是好公司 有漲價體財 對你來說是好公司破底 對你來說是好公司破底 你不但不能賺到錢 甚至還被淋遲投資朋友 只有利用動態籌碼 你可以了解 遠雄港6月2號給您報告的 某家動態籌碼關鍵的力量 買了5255張 還有配合元大某家 是做短線做量的 所以我覺得我說過了 來放大謝謝 動態籌碼每 籌碼具有創高的實力 要留意機會點 上去下來有機會再創高 我就畫給投資朋友看 遠雄港 上去下來創高26.3 這是用技術現行化出來的嗎 絕對不是 是用動態籌碼 你去了解動態籌碼 你面的一些內容內涵 你就會知道未來的走勢 可能會如何走 你在那個制高點 你在看你的交易面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而且買會有耐心抱著它 賣不會捨不得 不是朋友 我歡迎 你之前 利用錯的 或聽信錯的什麼 基本面選股告訴你 這些錯誤的理念 我歡迎你 但是我目標是相同的 在股票市場上 我們希望撞到錢的 一起來超前部署 下半年的行情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繼續解盤 謝謝大家 運打頭部 交易終極奧義 動態籌碼 掌握機會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舒服專線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運打頭部 交易終極奧義 動態籌碼 掌握機會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舒服專線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藏交易認識 我是高維修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實物上交易就是如此 很多人 很多人 多數人 是看到利多劍報 興奮想買股票 或者是 法人出買進平等報告 哇 忍不住想買股票 我回頭說法人買進平等 法人就是先上車之後 才會發買平 或是買的不夠 他會發降平 這很殘酷很事實的 可是多數散戶 就是被窄的羔羊 永遠看到利多 看到法人研究報告 出現買平 哇 TP調高到多少 哇 奮不顧身進去買他 可是他受股價都已經漲了一段 我們實物上交易 懂得籌碼 我們是看什麼 我們是看籌碼很漂亮 不是看已經出現的利多劍報 我們那種興奮感是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的是籌碼很興奮 我們應該要進場去買他的 即便當時沒有任何利多消息 紅海就是如此啊 投資朋友 紅海就是如此啊 連這種大鳥股 都可以變成小型標股了 這就是籌碼的威力啊 這就是籌碼的威力啊 我們看到 我們知道要進場的標的 絕對是籌碼很吸引我們 很興奮 不是利多劍報 我們這麼不擔心利多 買的時候沒有利多消息 我們知道買了之後一定有利多 一定以後會出現 這就是籌碼的奧義啊 這就是因為我們有根基 用籌碼來做什麼交易的進出的準則 該進場就進場 該退都退場 不會有任何的畏懼啊 賢家跟蘇家來自於你不了解股票上漲下跌的本質 蘇家永遠都喜歡聽消息面 喜歡聽故事面 喜歡聽人家跟人家 幫你畫大餅的大行情 可是 誰規定 基本面好 股價就一定要漲 沒有人開單買它 沒有人進場做交易 它不會動的啊 都是朋友 台積電不是也是如此 前波短波高點過不去 更何況前波的大盤下跌那一段的高點337 連碰都碰不到 它基本面好不好當然好啊 本抱歉不買單啊 投資朋友 籌碼的奧義 我待會兒就做這件事情 不會有人跟你講籌碼的啊 因為什麼大多數人 尤其你看到的檯面上的 我告訴投資朋友 會每天跟你講籌碼 而且會事先把標的物拿出來 讓你事後來做驗證的 我應該是市場上唯一的一個 而且我的勝率真的是高啊 這個現行看得出來嗎 低價股 這個現行看得出來嗎 連續兩天配上去創新稿 重碼的奧義 這一塊 來放大謝謝 上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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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來跳空往下 一根長紅上去 告訴投資朋友 可以偏多布局 上引線 上引線 打下來 一根長紅上去 連續兩天創新稿 你要事先講 才是重點 來 來 大家認為 都是壓力 這叫什麼 空方走勢 破底 重碼要加溫 偏多布局操作 各位朋友 連續兩天創高 連續兩天創高 這十檔股票 這十檔股票 已經第二檔了 來 要不要突破平台整理 打下來拉回要突破平台整理 前面還有一段大殺盤之後的短波平台整理 要不要買 我買股票就是這樣 只要看到重碼很興奮 這就對了 懂意思嗎 重碼就有創新高的實力 可以偏多布局操作 投資朋友 創高 盤狀還到漲停板吧 還有沒有這樣的標的 有 投資朋友 藏黑棒 高點22.5 這個線型大家不陌生 昨天就提過了 籌碼具有創新高的實力 可以偏多操作 原因是在這裡 一般人不會買的 一般人連看都不願意看 更何況是要實際上去做交易 結果你看 今天一根藏空上去 上天板 線型是不是一樣 22.5 前波高點 22.5 一根漲停板上去 投資朋友 籌碼的威力就是這樣 交易考驗到你的人性 你要克服人性 你就要善用動態籌碼 十檔股票 已經有四檔股票輪流在動了 是其他這些股票呢 現在 未來的表現 空間都相當大 未來表現空間都相當大 我們有帶會員進場佈局其中一檔股票 投資朋友 未來表現的空間都相當大 只是你看得到 只是你看得到 你真的能吃得到嗎 各位朋友 這是重點 很多人 看我的節目 可是呢 知道標的也不敢進場 這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 要有人帶你做 你才有可能在股票市場裡面 慢慢的把過去虧損 那個現象扭轉成慢慢變成賺錢 我不敢說你跟我交易 會一夕致富 可是你跟我做交易 你跟我站在同一台車上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的獲利是緩慢的 緩步墊高 我們今天有股票 推薦股票漲停板 可是我會不要花很多時間講它 不需要 它會不會漲停板 是早晚會發生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動態籌碼 是早晚會發生的事情 那就沒有什麼好 跟你去特別去炫耀 減染 我們買進了股票 慢慢漲也會突破前高 快速連續兩天漲停板 也比比皆是 可是我從來不會跟你講說 一定會如此 我只能告訴投資朋友 動態籌碼 這選股的標的 基本上勝率都很高 有時候漲停板 是自然而然發生的 不是刻意造成的 也不是刻意去追加追出來的 之前賣股票就是為了買股票 而且我的節目不斷跟投資朋友報告 真正在股票交易上漲上裡面 你要賺得到錢 你一定要了解股票上漲下跌的本質 是來自於籌碼的供需 是來自於籌碼的供需 在這個台面上 每天跟你講籌碼的重要性 每天跟你解盤籌碼 每天告訴你 籌碼的個股 而且是持續追蹤 事先跟你預告的 只有我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籌碼 動態籌碼 我獨創 而且要分析籌碼 需要相當的經驗的時間的堆疊 20年來我都是利用籌碼 去做交易這件事情 當我越老 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認識外面的朋友 越來越多的時候 法人圈朋友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更清楚 法人是怎麼開單買他的 用什麼角度去切入這家公司 我要什麼時候 請 內資發買進平等 我們要如何先上車 如何發平等 你先發 A 先發 B 再發 然後呢 最後倒給 倒給什麼 倒給 倒給大家看新聞那些賞戶 所以籌碼這麼重要 重要 籌碼買股票的標的 因為利用籌碼買股票標的 會不會漲停板 會 會不會漲不停 會 但是會不會賠錢 有時候也會賠錢 只是這個勝率的比例而已 所以投資朋友 善用動態籌碼 你可以克服你的交易的人性 那個弱點 那個盲點 投資朋友 然後再預告一下 7月份 回去的節目會開始掉時段 可以在晚上8點到8點半這個時間 利用這個時間服務更多的投資朋友 利用這個時間服務更多投資朋友 8點到8點半 有新投資朋友 歡迎你持續鎖定 為序的節目 最後跟投資朋友報告 你要成為股票廠上面的贏家 不要看利多進場去買股票 你一定要想方設法 買在利多見報之前 理解嗎 台積電絕對不會 這一波不是他的表現 這一波表現是誰 是鴻海 我連鴻海的動態籌碼 外資 開單的買他的意向 我都可以掌握到 剩下的就是什麼 你要不要跟我進場做交易而已 你要不要跟上為序的車隊而已 短期方案 是考量到投資朋友 在今年的股票交測上裡面 失去了交易的信心以及熱情 所以為序才會推這個短期方案 是讓你慢慢的從我這邊 燃起你對股票交易的一種熱忱跟熱情 所以這個短期方案 相當值得投資朋友 去考慮看看 跟上不一樣的人 你會有不一樣的交易風景 我是高維旭 祝大家操作順利 活力滿滿 身體健康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